欢迎来到7月11日的两岸无格仔 现在台湾真的每次都爆不少事出来 之前试过有一期节目 最近好像没什么事发生 但现在是 几天不做节目已经觉得 好像跟时势缩截了 自从上个星期 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 发生了三大案 全部都是围绕着民进党的 第一时间已经看到了 枪击案是最新鲜滚热 好像前天发生 可以称为台南88枪案 台南市议会政府以掌汇损案的案外案 其中一个涉嫌的人物 就是林依庭市议员的父亲林士杰 然后在准备出街的过程之中 突然有个人 就开车停下 等他来对着他的头部开枪 然后就开车逃去 你说这个画面好像 我记得80年代 米高德拉斯有套很有名的电影叫做《教父》 经常出现这些画面的 差不多了 又或者那一套叫做《四海兄弟》 然后现在警察已经发现了那辆车 那辆车已经烧到变成支架了 这是第一宗 第二宗更早一点 就是同一天发生两宗事件 第一个就是前桃园市长 再加前行政院副院长 但现任的海基会董事长 这个是郑文燦 涉嫌贪污500万 是学运分子来的 N年前的学生领袖 阿扁当年也是美丽岛辩护律师团 论之牌背 他就是中生代 你说起这一件事 现在人们很流行说东南亚的神话 就是说武士逃宰了恶龙之后 然后自己成为了一只恶龙 然后恶龙的后代后来又会回朝 就像菲律宾那样 以前就使尽九牛二虎之力 赶走了马可思 现在是小马可思 另外一宗就是同一日稍后时间发生的 就是这个叫政国会 什么叫政国会呢 可能都要再提提各位听众 所谓政国会其实就是民进党内部的一个派系 全名叫正常国家的委员会 你说起我听得最多的就是新潮流 我们刚刚在年头说 台湾总统大选那时候 最常听到的口号就是下架新潮流 那他和政国会的关系是怎样呢 说得派系当然就是合中连横 有好几个系 以前说四大天王那个年代 不是说刘德华、张学友那些 是说陈水扁、呂秀年、许信良这一群人 那个年代基本上是跟人去排的 比如说谢系、苏系、苏系 现在大家还看到那个人叫苏征昌 谢系就更加不得了 就是谢长庭 现在这个驻日大使 但是后来就经过一轮的竞合之后 就开始衍生出各种不同的基金会 又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商界人物 去插手党内的竞争 比如说新潮流就是这个 以前说的新潮流雜誌 那一群人物跳出来 组成了民进党内部最强大 战斗力最高的 他也可以说是民进党里面的共产党 不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共产党 而是他的那个斗争方法 以及他那个叫做 如何推人出来去参选的方法 组织结构 就是以战功为一目标 你有战功 就算是资力很浅的 你也可以坐到很高的位置 就算以前在民主运动里面 你做的担当于什么角色都好 你都会被新潮流淘态 所以真的很应景 长江后浪推前浪 新的潮流就会被盖了旧的潮流 很多台湾 解释台湾政治101的YouTuber 第一时间一定是说新潮流 就是说 这一群人 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呢 平时斗生斗死 但是一去到选举 很有纪律 这也是外界对于民进党的一个既有的印象 就是无论他们内斗是怎样 总之去到选举的时候 会为了最终的利益 继续执政而去 非常之团结 而团结的核心 基本上都是围绕新潮流 正国会是几群人马 拉起来的 有些是苏系的过档 但是他们 因为搞了 智库 标榜 把他们所说的 叫台湾国 变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所以就叫正常国家委员会 但是当然 有很多人在字面的简称 就是望民生意 是否跟国会有关 没错的确是跟国会有关 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是国会龙头 而这个游石坤 当时做立法院院长 就是因为他是正国会的头 而正国会的头 之后的内定接班人 其中一个就是林佳龙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郑文燦 而陈亭飞 就是另一个正国会 在南部的大将 所以当时有一句说话 叫北就是文燦 中就是佳龙 南就是亭飞 刚巧就应了警 就是郑文燦 不知为何爆冷 选了做桃园市长 林佳龙就成为2016年 也是2016年那一段时间 林佳龙就做了台中市长 当然台中市长就很 很幸福 基本上一届就玩完了 但是郑文燦就维持了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我说林佳龙是他做了一届就玩完了 是他自己本身的问题 没错 如果大家听过我们的节目 都说了很多风功伪迹 而陈亭飞就基本上一直都在国会 因为台南是民进党秩序的民主胜地 不能容忍其他 不要说容忍其他党染子 甚至是一个派系都要坐到 屁股懒 才会让出来 而 当时坐开的是哪个 当时坐开的是 赖清德 然后赖清德的子弟兵 王伟哲 对不对 但是王伟哲过之后 似乎没有一个明显有优势的接班人 所以陈亭飞曾经是 下一届台南市长 叫做乎呼声非常之高的 一个候选人 而且他也是在台南这个地方 除了有他鲜明的派系背景之外 他也是很善于去做这个交流 派系与派系之间 如何协调出选的人 如何协调利益 所以 在民进党的派系政治 千万不要 叫做义分法 说他是这个派的 一定是这个派 应该这样说 我们用百分比较好 可能他是70%的新潮流 但是有30%的英系 这样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 当然如果要这样理解民进党 家里就已经遥到一个专业级数 指出骨灰级数的 tub 甚至但就这样说 看起来 ç 中国共产党也很像,中国共产党以至于民进党各个不同的派系 很多人说你不能根据他的出身去决定他的什么派系 因为派系这一件事是流动的 就是建基于那段时间你坐在这个位置里面 然后你接受到什么利益才是属于那个派系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它的成分表 假设陈亭飞,我用一个比喻的比喻 可能八成是正国会的,有两成是英系的 当然小英派基本上已经玩完了 现在基本上可以说 假设是英系都要散掉了 已经散掉了,因为他本来想推的是有两个人 一个叫陈时中,一个叫林志坚 但两个都在上一届的地方选举 全军覆没了,而且还搞了一个极大的泡沫 林志坚,论敏案 陈时中的疫苗案 完全拖垮了整个英系的部署 虽然之后又打算重整旗鼓去找一些人去接班 但始终应是跟历来的民进党派系一样 都是由其他派系那里分一些人出来 然后再聚在一起的 但当你没有利益的时候 他便归回到原来那一边 所以陈仁非这次最大的危机就是 当他没有了80%的政国会支持的时候 台南初选如何代表自己去参选 然后进而取得提名代表民进党去参选 这个就很大件事了 反映了 现在台南以前有个雅称叫虎城 因为台南叫开台第一虎 但现在人们在下面加了育字 在虎下面加了育字 是什么? 虎城 已经是腐烂去到一个地点的地方 而这一件 陈仁非这一件茶杯里的风波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可以印证得到 目前台南的派系斗争是相当激烈 而且也没有任何一方占了主导权的优势 所以很多的评论人现在都觉得 所谓的行刑案 林士杰行刑案真的不是这么简单 而且还要说当天林士杰做了什么 丰功伟绩 就是台南的市议会 政府议长协选案里面 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议员出来哭诉 我今天出来哭诉 如果他日我有什么东瓜豆腐三长两短 就是林士杰做的了 因为他那天叫了我上车 说送我一程 但实际上在车上恐吓我 如果不投谁 我真的送你一程 我物理上送你一程 整件事搞得很大 也想不到原来物理上送一程的 就是林士杰 因为林士杰听起来就说 他那个叫做 在黑帮里面也有个花朵叫土鸡 是 土鸡 台语 为什么呢 因为是事杰 事字跟土字差不多 土鸡 在台语里面就跟土鸡的发音是 很相似的 就是一回这样的事了 这个党争大戏 为什么会吸引到这么高的注意度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民进党的全代会 就是这个 你要想一下 叫做党员大会 就是 今个月的21号举行 21号 两个星期时间也不够 没错 所以也有很多人会觉得 郑文燦这件事 也很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呢 我们暂时去卖个关子 下一节回来 我们就在《秋海同民国》频道 再跟大家聊 好 麻烦大家转台 呀 欢迎订阅